大家好我是佳佑 我是一個大學生 今天第一次參加焦點 沒想到就是第一個跟壓軸 實在是 對 我以為今天只有兩分鐘的分享 所以我投影片只有四張 然後 在我的簡報開始之前 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照片裡面這一位是小桃阿嬤 小桃阿嬤她在17歲那一年呢 上學的路上 她沒有機會跟她的家人說再見 她就被日本軍人抓去印尼做慰安婦 然後在印尼那邊 她一天要接客超過20次 你可以想像嗎 一天接客超過20次 而且是連生理期來的時候都要接客 然後等到她三年後好不容易回到台灣 她的爸爸還有她的阿嬤都已經過世了 然後她叔叔看了她一眼說 我們家沒有你這種下賤的女人 然後就把她心裡通通丟出去 就是像小桃阿嬤這樣的婦女 其實他們除了去當慰安婦那時候很辛苦之外 他們回到台灣之後 他們回到台灣之後 也沒有辦法過正常人的生活 小桃阿嬤今年95歲 現在還在菜市場賣椰子 就是賣椰子圍殺獨居這樣子 對 就是像二戰時期的時候 像她這樣的受害者呢 全世界大概有30到40萬人 然後他們對這件事情也已經抗爭了20幾年了 可是到今天日本政府還是沒有道歉 而且更可怕的是連台灣人自己都不太care這件事情 就是我那時候想這件事情想了大概三個禮拜 然後我就很衝動的在這學期找了我其他九位同學 跟我一起做了一個計畫叫做阿嬤的紙飛機 阿嬤的紙飛機是什麼 有紙飛機顧名思義一定要有紙飛機對不對 所以剛剛可能有些人有拿到 這是我們的宣傳品 這個紙飛機上面 這紙飛機上面有阿嬤的臉 然後打開之後可以 打開之後裡面有阿嬤的故事 這是我們在公館還有師大商圈 就是擺了 我們在公館還有師大商圈的咖啡店裡面擺了很多這種募款箱 這種募款箱除了跟大家募小鈴錢募發票之外 我們也就是在旁邊有放一張明信片 這個明信片是一個連署明信片 背後的內容就是請日本政府正視他們自己的歷史錯誤 然後就是我們會請拿到這張明信片的人 付上五塊就在後面簽個名 然後付上五塊錢的名錢 然後投到這個裡面去 所以我們今天有帶一些來 等一下結束之後我會在吧台那邊 就是如果你們願意幫忙簽個名 然後投個五塊錢的話可以去那邊找我們這樣子 對 然後除了這個紙飛機之外呢 除了這紙飛機之外我們也寫故事 對我們做很多事情 就是我們也寫故事寫中文跟英文的故事 然後放到我們的粉絲頁還有網站上面 我們的網站還有找插畫家來一起做網站 我覺得做得蠻漂亮的 時間夠的話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對然後我們也在台大裡面擺了一個 大概手臂張開這麼大的 裝置藝術是一個大的紙飛機 應該這禮拜會擺出來 然後是讓大家在紙飛機上面寫上 對阿嬤的祝福然後貼到那個裝置藝術上面去 對然後我們在我們在圈局 就是下禮拜一開始我們也有辦攝影展 就是萬富的攝影展我們跟婦女救援基金會合作 辦了一個攝影展 然後在月底的時候 我們有辦一個獎座兼募款會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來參加 對然後我們 我們在六月的時候呢會在 我們會找一個地方辦紀錄片放映會 反正我們就是要跟大家 讓越多人知道這件事情越好 就是才會有更多的聲音來支持這些阿嬤 那我們這些東西全部做完之後 我們還會做一個比較柔和的短片 是日文版的 然後會假裝成日本的鄉民 到他們的PTT啦 或是假裝成日本鄉民 然後散播到日本的網路去 我們不知道效果會是什麼 可是我們想要試試看 對然後 然後 我們做的事情大概就這樣 就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Google阿嬤的紙飛機 讓我們按個讚這樣子 然後或是有想要跟我們合作的人的話 等一下都可以私下來找我 好 那其實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件事情一定要現在做呢 除了那些阿嬤都已經很老很老了之外 我們覺得說 大家從小到大學了那麼多的英文 到底是要幹嘛 不是拿來考英俊也不是拿來考託福 我們就應該是向全世界傳遞我們想要傳遞的訊息 對再來就是大學生嘛 時間最多了 時間最多 而且我們現在團隊裡面有十個人 這十個人來自不同的領域 他們都有自己的專長 我不敢想像如果我是一個企業的老闆 我到底要花多少錢 我才可以顧到這麼優秀的夥伴 你看就算創業 你找你朋友一起創業 你也是要付他薪水的 可是他們現在都是我同學 感覺很賺 對 所以大學真的是一個好機會 就是一個好機會 找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做一件 你們想要做的事情 好 好再來就是我想要說的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認識很多朋友 然後你的朋友又會認識更多更多的朋友 所以要相信每個人其實都有改變世界那一小部分的力量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三分鐘 這是剩下的時間 好剩下的時間 好沒關係我講得完了 就是我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 就是做了這個計畫做了三個月 做了三個月有一些小小的心得 嗯 我們常常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們常常會擔心說 欸我這個沒有準備好 那個沒有準備好 我到底應不應該開始做 我做這計畫的心得就是 你不要想那麼多 直接開始做就對了 因為 因為你的人生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在做準備 這三個月來 不管是我以前認識的朋友 或是我最近才認識的朋友 我遇到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無條件的來幫我 比方說 我一個在國外交換的同學說 欸我在這邊很閒啊 要不要幫你寫英文的文章啊 或是我同學的妹妹 他是台大外文系的 然後他也幫我做翻譯 然後或是說 或是說 因為我在Fandora 是一個網路公司實習 然後那邊的同事就教我 怎麼去經營粉絲業還有網站 還有阿峰 阿峰我完全不認識他 就是幾個禮拜之前完全不認識他 然後他教我們怎麼經營粉絲業 然後我們的粉絲業 就是因為這麼多人的幫助 在一個多月內就衝到一千多人了 對 就是 你 你如果想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就去做 反正 你之前 從以前你的人生 你活了十幾二十年了 一定有一些累積的東西 走著走著 你就會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了 我們是阿嬤指揹機 謝謝大家 我們是測試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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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腳氣 感谢观看